古代怎么检查厨子之身,嬷嬷检查有多深入,令人脸红 订阅不一定多精彩,但绝对值得信赖 订阅真正历史,会让您更快乐 古代女子出嫁前都会通过验身的方法以正清白 而她们验身的方式也十分简单 唯一不足的是验身的过程会稍微有点痛 那么古代女子验身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第一种方法,滴血验身 滴血验身的方法是古代对女子验身方法中最简单省事的方法 一旦女子接受验身,下人们会提前准备好一盆清水 女子会用锋利的刀在手指上轻轻划上一道鲜红的血液 顺着女子的鲜鲜玉脂滴入盆中 以后,如果呈现出来的造型是雪珠的模样 则表示女子上是清白之身 如果滴入清水中的鲜血呈现散开的模样 则代表女子早已开包 后来有些女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会秘密贿赂 下人,在清水中加入少量的白饭 通过测试被发现后,滴血验身的方法的使用率急剧下降 后来古代人很少再使用这个方法来查验女子的清白之身了 第二种方法 草木灰测试法 草木灰测试法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诞 但在古代人眼中,这个是查验女子清白之身,最直观的方法 被查验的女子会蹲坐在下人事先准备好的草木灰盆子上方 被吓人,用胡椒粉 鸡毛,或者是其他物品刺激女子打喷嚏 这时候,经验老道的嬷嬷便会根据完毕之身武器不屑的道理观察女子打完喷嚏后 草木灰浮动的效果,判定女子身份是否不洁 可是这个方法因为环境的不同,不稳定因素较大 皇宫内为了确保女子身份的准确性 渐渐将此方法淘汰到最后 只有民间才会继续使用此方法来鉴定女子的清白之身 第三种方法手工纱 手工纱制作工程非常繁琐 梁朝时期的名医曾经在古书中记载到 古人在制作手工纱的时候,便按照梁朝艺术记载的方法制作 第一步要喂养壁虎四斤朱纱 带到壁虎的尾巴断掉以后 将其放入特制的容器中捣碎 研磨成细粉状物后 将女子的胳膊扎破 将细粉污倒入伤口内 等到伤口愈合以后 女子的胳膊上就会出现一个直径5毫米左右的手工纱 如果女子一直未婚 手工纱则永不褪色 但如果女子成婚后 胳膊上能就有手工纱 则会引起家中长辈的注意 以绵延子四为重任 关注新婚夫妇的感情生活 促使对方行夫妻之事 所以手工纱的存在 不但是验证女子身份清白的象征 也是家中长辈考虑 绵延此次头等大事的关注点 第四种方法 木棒检查法 如果女子为童子之身 将木棒放在大腿内侧 可保证抖动的过程中 木棒不会掉落在地 但是如果女子被破身的话 木棒很难放在大腿内侧 即便真的放在了大腿内侧 在走动过程中也很难保持平衡 汉潮时期 汉灵帝十分喜欢看 嫔妃和宫女们加木棒 每次都会在宫中举行大型宴会 看看哪位女子在加着木棒走路后 可以走得更远 只要有女子在这场比赛中胜利 不管是什么身份 汉灵帝都会当晚宠幸她 让许多宫女拥有了 可以一举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可能性 古代艳畜较为科学方法是检查女性性器官 有稳婆、接生婆 负责查看女性的处女模 又或从性器官鉴别是否处女 这些方法在现今的妇产科中依然会使用 拒指汉环帝的第一任皇后两女营入宫前 就曾经有接生婆为她艳畜 以去和想法观察 先看看她行动举止 再透过阳光照射在面上看面色 然后检查五官是否端正 再往下检查性器官 在选择女孩子的要求上 对年龄上面有明确的要求 在东汉时就要求女孩子的年龄 要在13岁以上 20岁以下 但是各个朝代对女孩子的要求都不尽相同 譬如三国时要求为15 6岁 南北朝的北齐对女孩子的要求为14岁以上 20岁以下 明朝时朱元璋要求入宫的妃子年龄要15岁以上 20岁以下 13岁为下线 中国古代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 特别偏爱幼女 一般来说 13岁左右正是女孩子来出巢的时间 这个时候的女孩子正是处于十分娇嫩的花季年龄 处于这个这个时段的女孩子特别深受皇帝的喜欢 对古代皇帝甄选妃子来说 年龄是最基础的条件 年龄不合格 你连宫里的门槛都跨不近 其次是容貌和人体 也就是外观和内在 个人的容貌必须严厉 要在一群代选女孩子中脱颖而出 才时也是被选中的因素之一 其次 皇帝对妃子的生理条件尤其在意 我们都知道 但凡被选中的女孩都是有姿色的 最后这些女孩子都会被拖进宫里面进行最后的挑选 首先会判断是否是处女 有没有生理上的缺陷 首先 女孩的胸部必须对称 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其次阴道的形状 阴毛的浓密浅淡 有多少叶毛 肛门是否干净 有没有痔疮等都是被检查的项目 在古代的男人眼中 叶下无毛或者毛较少就是上品 一般说来 皇帝妃子的甄选候选人都有上千人 从初选到最后的中选留下来的 也就那么几十个人 选妃制度的严格可见一般 据考证 手宫纱是用一种中国产的雌性变色龙 古时称为猪公 在它繁殖季节 将其捕获捣乱后和猪纱混合而成 现代科学证实 雌性变色龙在繁殖期 全身充满雌激素 当它和雄激素相遇时 雌激素和雄激素便会中和消失 用它来标记女子的真操 虽不能全信 但也有一定科学道理 如果不是这样 古代人就不会一直沿用它 手宫纱没有点固定位置 有的是手臂 有的是手腕 其中有没有科学依据还在考究 但是在女子未成年的时候 家人会捉一只雌壁虎 喂养其七斤朱砂 然后将壁虎捣乱成红色的泥 扁在女孩的胳膊上 还会有轻微的痛感 这个验身一般为四审 第一审则由太监来看 太监以极为挑剔的目光 审视着每一位姑娘 观察他们的容貌 便听他们的嗓音 发 耳 额 眉 目 鼻 口 汗 肩 背 腿 脚 音 身材五官声音 只要有一处看着不顺眼 听着不顺耳 当场退货 第二审 还是有太监来审 不过这次 太监拿着尺子 梁姑娘的手 臂 腰 腿 脚 再令姑娘活动 活动 凡是一处尺寸不符合要求 各部分零件不搭配 以及风度 一态不佳者 一律打发回老家 第三审 则由女官和年老公女联合把关 这一关较为重要 在这一关中 姑娘要单独进入一间密室 拖得一丝不挂 女官和宫女摸其辱 探其蜜 闻其味 查其夫 检查主要在于全面细致查试生殖器官 看除女膜是否完好 以断定是否为处女 她们是从性器官的外形来探别处女的 具体细节无从考证 在明代小说三言二拍 有下列一段描述 不知是否有效 用细细干灰铺放鱼筒之内 将女子解了下衣 坐鱼筒上 用棉纸条漆入鼻中 要她打喷嚏 若是破身的 上气泻 下气一泻 干灰必然吹动 若是同身 其灰如旧 朝廷选妃 都用此反 前面的三审重在观察体 而最后一审重在德和志 合格者在宫中 接受一个月左右的培训 在她们熟悉宫中规矩 学习礼仪规范的过程中 负责培训的女官 考察她们的智力 性格作风之优劣 当然 睡觉时咬牙放屁巴搭嘴的 说梦话撒意证的 绝对不能容留 将来经了假 那倒霉的是所有相关人员 所以马虎不得 俗话说的百里挑一 正是由此而来 而古代妃子 估计都是采用 如此淘汰法选出的 总的来讲 在古代没有结婚前 同房是会惹人非议 特别是在没有结婚前 怀孕的女子 更是会受到万人唾弃 尤其是绣女 在进入皇宫前 就算是当宫女 也会通过层层把关 会被各种方法验证 是否为处子之身 所以在古代很多女性 会保护好自己的手工纱 加上封建的思想 以及人们对非处女的反应 让她们遵守本分 甚至不敢抛头露面 与男性有任何接触 生怕惹人非议 甚至影响名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